大家好,今天我们介绍了条件语区 条件语区就是当某个条件满足时 我们就执行相应的程序块 其中有义务条件语区和switch条件语区 今天我们介绍循环语 循环语区也是当某个条件满足 它是重复执行程序块 也就是只要条件满足 那么这个程序块就一直始终执行 不动的执行 所以叫循环语区 加法提供了三种循环语区 第一种是以for关键字表示的循环语区 第二种是以wire关键字表示的循环语区 第三种是以do wire两个关键字表示的循环语区 我们今天先看第一种 用for关键字表示的循环语区 它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循环语区 for关键字用来表示 在满足某个指定条件时 重复执行某个程序代码块 它的语发格式是这样的for关键字 然后呢里面圆括 圆括里用两个封号各开三个语区 第一个initialization是初始化语区 第二个中间的这个是条件语区 最后一个more后面是所谓的更新语区 然后呢for这个里面的程序块就是画过后表示程序块 这里面有一条或者多条语区 那么这个程序执行的过程是 首先进到for语区的进行执行一下这个初始化语区 就initialization这里面的初始化语区 它只执行一次 然后呢来判断这个条件是否成立 如果条件满足 它就会自行for这个程序块里面的这个语区 就是statements这些语区 自行文字它会自行这个update的更新 更新一下相应的 比如相应的一些逼量 然后呢再来检查这个条件是否满足 如果这个条件满足了 那么它就会继续自行这个statements 自行文字再来检查 再来更新一下像one的逼量 我们看一个具体例子 比如这里循环语区 这个第一个冒号前面这个是初始化语区 初始化语区在这里进入了一个叫i的整形并量 它的初始则是1 然后呢我们就进了这个条件这个判断 i现在是1嘛 它是小于等于10的 所以这个条件满足 那么它就会自行这个for这个程序块里面的语区 这里面的语区这一句就会printi 把这个i之后输出 输出之后 它两个就是执行这个更新语句 更新语句 刚才rse的ri++就变成2 然后再回到这个条件检查 r1等于2 认来小于等于10的 所以它会继续执行这个输出 一把2输出 然后再执行更新语句 ri++就变成3了 然后再回到这个条件3 还是小于等于10 这样不动的来 那这个执行判断条件 执行这个for鱼区块 然后呢在这个更新 这样不动在三载之间 所以最后这个程序输出的应该是12345678 910 包括10也为输出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运行一下 在这里我已经写好了 for定目 然后在这里我们 把这种语句考古去 我们注意在写加法代码的时候 要有输进 是吧 这个定义一个class class里面有一个函数嘛 函数这个要和class这样一个输进 然后在这函数体里面和这个里面也有个属性 这样是程序代码就比较清楚 好 我们把这个文件要保存 以内容为文件名保存 定义加法 好 保存这个叫for定目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 dir看一下 emulefor定目 这个文件 for定目有的 是吧 然后我们就加把c 并一下 for dgmu 定 java for定目 定class有了 两个项目我们就加把 运行它for 好 我们看它输出的是不是1234567890 是吧 它我们看这个代码吧 它每次输出I 两个println 表示它输出以换行 所以输出的1到10 我们还可以在for语句里再牵涛其他的for语句 或者在其他的控制语句里牵涛 比如在一个异物语句里 我们也可以牵涛for语句 当年我们在for语句里也可以牵涛异物语句 这是都是可以的 比如我们在这里在这个for语句里 它是I冲零到10小于10 这I冲零小于10 I加加每次I冲零加了一加了 一次加了10就停止了 在这个循环循环语句里面 它又牵涛了一个I 又牵涛了一个for语句 这个for语句还是出示语句里进行的给B量借 然后通过借是小U 我们就执行这里面的 其实I加等于借 所以I开始等于0进来的时候 I是小于10 这个是I等于0 我们就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时候借从0到 实际上借从0小U等于4 那么我们都执行这个语句 执行完之后 两个借从0到4一直到5 执行完之后到5不满足了 因为借也不断加加嘛 然后呢我们就到这里 I加加变成1 变成1I是小于10的 所以当I等于1的时候 我们又执行这里面 执行这里面的时候借 又进行的B量借 借又是从0开始 所以借又从0到4 是吧一张刀5跳进去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 再运行看一下 把这个电码换了 那比如输进一下 这样电码看得也清楚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 再变一 把它调出来 好 你看它这里的输出很多 是吧 I从0的时候 两个来借 借是从0到4 然后I又变成1了 地图是电码看 是吧 两个I加加变成1之后 I变成1的时候 借又从0开始0到4 一直到5就退出了 所以数学到0到4 然后又回到这里 I加加 I从1变成2 所以I等于2的时候又来 所以这样I从0到9 是吧 I等于10退出了 当I等于9的时候 又自行这里面的借从0到4 好 也就是我们在4G里可以牵涛另外一个4G 在外层的4G牵涛 内部也牵涛4G 当年我们在4G内部也可以牵涛15G 或者在15G里面牵涛4G 这都是可以的 好 下面我们再开一段电码 假如要列加1到1000之间的数学整数 要你并计电码怎么并呢 这里已经并好了 我们要把1加到1000 我们只要让I从1到1000就行了 所以我们进入一个初始变量I从1开始 I只要小于等于N N是什么呢 1000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I加等于到SUM上去 这个加等于就是相当于右边的 我们进入一个SUM就合 开始是0 是吧 I等于1的时候 我们把1加到SUM进去之后 I之间这个加加 I就变成2了 I变成2之后 再把这个2因为是小于N的N是1000 我们把这个2 I等于2再加到SUM里面去 然后这些文字 再执行这个I加加变成3 3仍然小于等于1000 所以然后再执行这个 然后再执行I等于4 4仍然小于等于N 然后把I等于4再加到SUM 这样把I从1到1000 都加到这个SUM里面去 结果这个循环 I就等于1701的时候 这个条件不满足了 不满足就要推出这个4 循环了 就是这个循环 只要这个条件满足 会一直这样执行 最后我们 I等于1701的时候 推出这个4循环 这个4循环执行结束了 然后就执行这一局把核输去了 也就是这个电码数据它是什么呢 就是1到1000之间的核 我们把它对击一下 这样就不难以的是 这个就是括号太多的话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for这个eve 那只得多了一个 是吧 这个是这个main函数例目的 好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然后呢 这行 同样的把刚才调出来 java c for demo 然后java 直接 最后说出来是 1加到1000的核是50050 500 500 500 是吧 我们告知已经集中过 1加到100 是多少 我们可以把这改一下 1加到100 1加到100就是5050 我们这款for 关机制表示循环 还有一种替代的举法 科技轻松的并离 这个速度或者集合 比如假如我们定义了一个数组 int numbers 它是等于 有四个数的 个成的数组 是吧 这个int 翻过后 表示定义一个数组 并量叫 numbers 它有四个整数 然后呢 因为它是数组 就是多个整数 个成的一个集合嘛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 可以用一个for 然后呢 这个数组 名放在后面前面 摸号 说明数组的每个元素 也就是for 数组的 numbers 的每个元素 每个元素 肯定是int类型的 所以for numbers 的每个int类型的数 numbers 我们输出这个number 所以这个循环 没有用 某个 并量i 是吧 它这些 对这个集合的每个元素 给它每个元素 起个名字叫number 然后把它输出一下 我们可以 来自行打一下 就是这个 画个画 是这个for对齐的 哎 那呢 把它保存 叫for dmo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 重复了一下 先加把for dmo 好 量度运行它 你看 绝对 把数字的每个数 都输出了 是吧 按照它 刺取375-5 当年我们这个 也可以把它用一个循环 就刚才讲了 有一个整足并量for inti 从0 i 小于4 因为它有4个元素 i ++ 然后呢 这个画画画画画画的 如果一个语句呢 这个画画画可以省略掉 就是因为这画画画的 如果有多个语句 我们用画画画 如果一个语句 是像这样一个 就行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ri是 数字的下标 数字可以用 下标01134 来表示 数字的 第几个 这个数字名是这个 两个分货 下标 表示下标是ri的 这个元素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也能把相应的元素输出 你看前面的是这个 range for each 375 后面我们用i也是输出375 这种for 循环区 叫for each 循环 就是for 这个结合力的 h每一个 for number 是每一个number 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 起个名字叫number 所以它叫for each for一个结合力的东西 我们访问这个结合和这个数字用的每个这个元素 就行了 这个也是一种for循环 注意循环条件 如果满足程序就唯一者在这个循环的执行 比如我们下面这种电码 i初始化等于1 只有i小1等于10 我们就执行这里面的 然后执行文字把这个i执行的减减 所以i等于1减减变成0 然后变成-1 所以这个i永远是小1等于10的 所以这个程序就会一直这样运行下去 永远不会停止 我们在程序的时候 通常需要避免这种情况 不能让它无限循环 但是有的for制程序 它会执行这种无限循环 我们通常的程序不会执行这种无限循环 比如我们让这个看到无限循环下去 所以它会一直输出这个黑路 你看永远这样执行下去 一直执行这个黑路 因为这个条件始终满足了 rs从1 0-1 这样一直执下去 永远是小于等于10的 所以你看 它一直这样再执行下去 好 这就是for循环语区 我们讲在下面继续讲 wire表示的这个wire循环语区